請你跟我這樣過 天啊 我的早餐還是不及格 這個問題在哪裡呢 一日之際再於成 吃錯早餐一整天沒精神 鮮奶 豆漿哪個好 米漿 鹹豆漿哪個熱量高 便利商店 中式早餐店 這麼多選擇 難道少油少糖 就完全沒有健康危機了嗎 我們邀請到 要來一起討論喔 說的是我們在節目當中 有探討了一次 這個早餐 裡面譬如說不夠營養 或是天下的一些添加物 這個我們PO上我們網站之後 引起非常大的迴響 真的 連我兒子 都看到那一集節目都知道 這果醬 巧克力 什麼麵包 吐司 不能吃 所以他現在都不吃早餐 什麼 還是會吃肉 是健康的早餐 對 但是你知道嗎 譬如說像你兒子所擔憂的 那你想說我們把熱狗拿掉就好了 把果醬拿掉就好 就不要塗了 這樣OK嗎 不盡然喔 所以很多人還是說 就很辛苦的幫老公 幫小孩買早餐 可是還是會擔心說 到底有沒有兼顧到健康跟營養 沒有錯 所以今天我們好好來探討一下 這個早餐其實還是有很多隱藏性的問題 對 到底問題有哪一些呢 先來請教一下我們的營養師 一般市售我們看到的早餐 最主要的問題可能有哪幾種呢 其實早餐來講的話 大家會以為自己吃得很豐盛喔 對 因為現在人覺得早餐很重要 可是很多的小朋友 他去買早餐的時候呢 其實他的蛋白質的品質是不好的 他可能吃到很多的加工肉品的部分 然後很大的問題是說 我們最近有一個研究調查 調查800位的學童喔 然後是針對於就是高年級的一個學童 五六年級 其實他們已經有一點那個健康的知識了 發現800位裡面有六成五的一個學童 他早餐都是拿到高糖的 譬如說他都拿到一些紅茶啦 奶茶啦 甜的調味乳啦 所以其實大家看起來看似豐富 可是蛋白質不夠 澱粉來源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油脂過量 然後飲品整個都是大錯誤 這聽起來沒有一個對的 那大人的早餐咧 有問題嗎 因為大人的早餐裡面 他還是會偏向於油脂比較高的 來源比較不好 比如說太多的奶油去煎的東西啦 或是吃一些酥皮的東西 而導致可能一早 我們雖然說早上油脂可以多一點點 可是多太多了 所以還是會造成體重過重的問題 是 早上小朋友小一點的時候 還會跟你在早上 你可以像佩儀姐 你可以做早餐給她吃對不對 對 到了國中晚不用了 你給她50塊 她不想吃你做的早餐 她會跟同學一樣說 我想跟同學一樣 她在學校吃早餐 我也要在學校吃早餐 所以她隨便在便利商店 都給你拿早餐 但是那個早餐到底好不好 不知道 這個年紀的小孩 我跟你講 你就算做得再豐盛 她永遠認為 別的媽媽做的 都比自己媽媽好吃 對 我這個東西都比家裡好 賣給同學買 對 同學也是一樣的 對 大家都去買了 滿有生意頭腦的 對 吃完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早上上課的時候 這種 精神都不好 對 因為就是出在飲料裡面 那個含糖的東西 你不甜 你知道怎麼喝 精神無法集中 沒錯 但是呢 不是只有糖有問題 甜的問題 高糖 高油脂 還有這個譬如說 不好的蛋白質 對不對 陳醫師 這個健康的影響 你如果要吃一個蛋白質的話 你要知道你能不能吸收它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我吃蛋白質幹嘛 所以我吃進去的話 它的吸收率 如果很高的話 我們就叫它 它叫優質蛋白質 跟一般的劣質蛋白質差很多 你可能吃進去 根本不大吸收 那蛋白質吃進去之後 我們身體要使用它 所以當然是好的東西進去 我們身體才有辦法去用 好的東西 所以你把東西放進去 它如果是不是很好的話 身體用的就是不好的東西 所以永遠要記得 你要吸收 就吸收好一點的 所以你們的早餐吃得還OK嗎 來 佩儀姐 我們小孩子吃 我每天都給它變化 今天是吃蛋餅 明天是吃三明治 後天是吃漢堡 再後天是吃飯糰 我都有變化的喔 一直變化 對 我有變化 我很用心的喔 就算不好 我們也平均分攤掉了 對 這個風險分攤很好 對 那小孩子你天天給它吃一樣 它會覺得好難吃 對 那小鐵 因為我都是早餐 跟中餐合著一起吃 早午餐 那不然就是早上 你這個生活作息 是跟著順哥在走的嗎 差不多 那是他害你的 所以那麼瘦啊 對啊 順哥都一直胖起來 早餐的時候 我也是吃得不太健康 就是比如說 加巧克力 吐司抹巧克力 就三色蛋 三色吐司 我是這樣吃的 然後加一杯奶茶 那為什麼你不胖 對啊 這麼瘦 奇怪喔 奇怪 因為他只吃那一餐 早餐 動一整天 半餐也沒再吃了 那欣田呢 我應該吃得滿健康的 因為我第一餐一定要吃 這種早餐類的東西 比如就是一些三明治 或是一些蛋餅饅頭 就是我不會 可是有一些人睡到中午 我想說他哪裡買比較健康的 不是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有一些人睡到中午 那他就會吃午餐 就是會吃什麼飯啊 麵啊之類 我覺得好像比較負荷 比較大大 起床的第一餐就吃這麼有的不好 對 好 大家都有自己一套 有自信的看法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好好提醒一下 到外面買早餐 怎麼吃才會健康 來 首先我們從便利商店來 好 來 我們現在桌上呢 就針對便利商店 我們所買的到的 超方便啊 對啊 對不對 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依序第一組一號 這個是鮪魚飯糰 鮪魚飯糰 加果汁 是的 來 第二號 生菜沙拉 對 而且生菜沙拉 有淋個那個沙拉醬喔 好不好 然後跟奶茶 很香耶 第三號來 肉包 豆漿 一般豆漿有糖 三組早餐的選擇 覺得滿健康的感覺 我覺得這好像 每次都覺得好像可以瓦巴離那種感覺 不過這裡面還是有一個優劣勝負 對 一二三 哪一組早餐是最不健康的組合 好不好 很仔細囉 請選擇 前面一二三都有 後面也是一二三都有 也都有 但是三最少 對 二號最多 小鐵 你選三號 對 一般豆漿加肉包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肉包 它就是已經在裡面很久了 它有時候是加工過的嘛 它其實已經放了 這裡哪一個不是加工過的 可是肉包它就是 有時候冷凍過很久啊 但是你預飯糰的話 它搞不好是前兩三天才做的 對 你是看時間保存長度的期限 它搞不好已經很久了 你是怕會壞掉的角度 它不曉得在那個蒸籠裡擺多久 對啊 我就覺得二號為什麼會選二號 二號因為人家說 然後奶茶 奶茶裡面可能有 然後沙拉呢 沙拉本身會堆積這個肥肉 沙拉醬 沙拉醬 對 它是蔬菜耶 可是這個吃不飽 小朋友越吃頭越暈 然後那個甜的東西 對 會昏昏欲睡 你是用分量來取決 因為小孩子你找 就是比方說 活動量大對不對 應該還是給它吃扎實一點的東西 這兩個都扎實一點 對 飯跟包子大吃一點 對 我是用刪去法耶 因為我覺得 豆漿 就算是甜的是豆漿 所以應該也OK 健康 然後中間的雖然 有沙拉是不是 對 有沙拉 但是它起碼是生菜 青菜 也OK 對 所以我猜 應該是飯糰跟果汁 但飯糰是白飯啊 有肉喔 鮪魚喔 鮪魚海苔很養生啊 鮪魚耶 鮪魚海苔喔 我還是覺得應該是這樣 營養師 我們來解答一下 到底這三組哪一個是最不健康的 其實最不健康就是第二組 第二組 對 生菜沙拉淋沙拉醬加奶茶 最不健康 對 理由 第一個 你的生菜沙拉裡面的沙拉醬 我剛剛看它的量是非常多的 它大概接近一湯匙的量 我們成年人一天只需要兩湯匙 它就占一半了 其實這個組合裡面 完全沒有優質蛋白質 吃不飽 這三個都沒有 吃不飽 沒有優質蛋白質 意思就是說沒有什麼 太大的營養成分 那第一組呢 那個所謂的 這個 對 飯糰系列的呢 其實它也沒有優質蛋白質 也沒有 對 它就是澱粉加精緻的糖 鮪魚飯糰耶 所以它也沒有蛋白質 鮪魚不好嗎 其實我跟大家講 它沒有不好 但是它 對大人或是小朋友 其實早上的一個蛋白質的量 你如果以飯糰一個來講 是不夠的 那我吃三個飯糰 所以你可以稍微 怎麼可能 小孩搞不好有的 可以吃到兩三個 那你為什麼直接買鮪魚罐頭就算 就變得太鹹啊 對 它還有它的鹽分也比較高一點 所以其實可以改善 比如說把果汁換成鮮奶 或者是說你額外再加一顆茶葉蛋 那這樣子的組合就比較完美 可能就好一點 那這個果汁它到底有沒有新鮮的 這個水果的成分在裡面 很少 這三個飲料 如果非得選 我應該選哪一個 選豆漿 豆漿 它有甜的還OK嗎 因為如果說早上 你如果喝一點甜的 其實你一整天的一個消耗 還是可以消耗得掉 而且它屬於是豆漿 也是屬於優質蛋白質的系列 那肉包還好吧 你知道如果肉包 你這個肉包要香要好吃 它的那個瘦肉跟肥肉的比例 瘦肉是6 肥肉是4 差不多 那如果你香更香的就是5比5 所以你吃進去 大部分都是很多的脂肪 那如果你吃的是爆漿小籠包 裡面的肥肉更多 可是一顆等於3到4湯匙的油 對 塞血管 一顆啊 小籠包都不可能 對就是一顆 湯包可以拉起來那種 下面有一點水的那種 油湯汁的那種 當然你說這三組都不是最好的選擇 那你能不能把它打破 調整一下嘛 便利商店 你所想得到的 或是桌上所陳列的 怎麼樣組合 你會認為比較完美 其實打破的話 我覺得可以選擇 比如說像是飯糰系列的 飯糰 因為飯糰至少它有所謂澱粉的成分 對不對 然後另外你的生菜沙拉 其實是可以放進去 但是你不要加這個所謂免奶滋 那就不好吃 那不好吃啊 你可以選什麼 比如說像有一些優格 或是那個優酪乳 那可以把它打進 就是做成這樣 就把它弄加進去 很方便嘛 你就買現成加進去 可是一定要有一個很重要的飲品 就是鮮奶 鮮奶 所以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其實蛋白質它是足夠的 鮮奶的蛋白質是足夠的 再來就是我們國人 很多次缺乏鈣質的 還有免疫的問題 所以其實應該還是要補一個 比較好的所謂的一個優質的飲品 其實我們在講 優質蛋白質裡面的話 就不外乎我們剛才所知道的魚 牛奶 然後我們是蛋白 是雞蛋的蛋白這部分 那蛋白我們是希望它是以 那優質蛋白我們要合併 其他一整天該吃的纖維質 碳水化合物 還有其他的一些熱量 或者是維他命 所以我們在這個早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吃 比如說你要吃飯糰的話 它裡面的白米 就已經有澱粉類的東西了 所以你還要再加一些纖維的 所以剛剛所說的那個 生菜沙拉 只要它沒有加油的東西 在上面的話 纖維是足夠的 但是你的飲料 如果要去喝的話 它代表你已經少了 這兩個已經少了蛋白質 所以優質蛋白 必須要從你的飲料裡面 再進來 那如果要進來就是鮮乳 那鮮乳它提供你優質蛋白以外 它還會提供給你水溶性 跟脂溶性的維他命 所以維他命這部分 一樣可以從我們的那個牛奶裡面 去攝取到 所以鮮乳是優質蛋白 對 陳醫師 剛才講這兩種免疫球蛋白 還有乳鐵蛋白 這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它到底對身體的幫助是 實質上是什麼 其實乳鐵蛋白跟免疫球蛋白 這兩個東西 在我們人體裡面 本身就是我們免疫力的一部分 那它其實會在我們身體 會在我們的黏膜上面 做個分泌 做個保護我們身體的一個作用 所以像我們在流眼淚啊 流鼻水啊 或者腸胃分泌的這些 它都會出現這個乳鐵蛋白的 一個免疫力的作用 所以你這上面有細菌 或者是有病毒的話 它都會做一個殺菌的動作 這些腺體 或者是這些黏膜 它都是需要做保護的 那這些保護 我們身體本身就會分泌 所以我們不只是說從牛奶 我們從媽媽在餵母乳的時候 那個出乳的情況之下 它也會提供我們很多 免疫球蛋白的一個作用 做個保護 所以這是天然的媽媽 就是牛媽媽要保護她的 牛Baby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方式 有解 腸根院士已經做過這個研究說 我們把乳鐵蛋白拿去 做跟那個71型的 常病毒株 病毒株來做研究 一個是有乳鐵蛋白 一個是沒有加乳鐵蛋白 好 那兩個把它放在一塊 會發現到說 有乳鐵蛋白的病毒株 有乳鐵蛋白的部分 可以對抗 常病毒71型的病毒株 你會發現到這兩個比較不同 所以醫生就比較建議說 大家如果能喝 能吃到乳鐵蛋白的東西 反而對幼兒的 對抗常病毒的抵抗力 比較好一點 像一般的奶 就是鮮奶跟這種 就是有低溫的殺菌 它做出來的奶製品 比方說奶酪 一些布丁 那些它的營養成分 會不會流失 其實因為溫度上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做成布丁 那當然是溫度比較高 那相對還是會流失 所以我們最原始的 就是說你喝鮮奶 那它溫度不會 不會因為溫度加溫而流失 而且剛剛其實 那個佩儀姐會問到問題是因為 因為它可能真的是冬天 有時候需要喝一點溫熱 所以可以容許的 就是隔水加熱的 或者是說你在那個便利商店 它有一些微波的 那微波的溫度不會太高 所以它其實不會影響到 它的一個營養素的一個流失 但是如果它真的是 已經做到成品了 比如說布丁 那確實還是會比較容易流失 所以建議不要加熱 我們就盡量以不加熱 然後比如說家裡要喝奶茶 那你就不要弄奶茶 你就盪量以不去 對 不要喝咖啡也不要 就加咖啡也 這是OK的 對不對 當然剛剛我們那是便利商店 那當然還有一個 買早餐很重要的地方 連鎖早餐店 對 沒差什麼 對不對 之類的這種很多 那這一種呢 我們就把它列了三種組合 讓大家來稍微再參考一下 對 第一個 來介紹一下 然後再加上像這一種的調味爐 第二個組合 是這個煎餃 而且是鮮肉的鍋貼 再加上玉米濃湯 這炒餐 好營養 這個吃下去 感覺很滿足 主感很強 馬上可以上三次體育課 你確定 第三種 第三個是所謂現在很流行的 這是什麼乳酪餅 乳酪餅 真的喔 大家都知道 好吃喔 當然啊 它這個外面吃起來 這一層就有點像是這個 酥皮 對不對 裡面是一個吐司麵包 對 然後它也是用烤的 但是有個蛋 真是菇肉寡聞耶 你沒吃過 我也沒吃過 我幾乎不買早餐店的早餐耶 不是啦 因為你早上四點就要出門去播 找新聞 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 好 所以它的飲料是紅茶 這裡面的組合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各位 一二三 哪一個組合最不健康 又是不健康 對 請選擇 好 來 一二二 後面 一最多 三只有一位 三最少 雅媽 三只有你耶 為什麼 雖然我覺得 你不吃乳酪餅 我覺得它很好吃 可是呢 我覺得它很沒有營養 對 因為你看起司沒有什麼 都是油耶 起司啊 對啊 起司不是它的奶製品耶 不是 它那個是那種 它全部都是那種油酥的 它冷了之後 你會更明顯的知道它很油 非常的油 你認為它不是真正的起司 我覺得應該不可能是 它裡面還有蛋喔 還有兩條 幾條的小黃瓜 它有大概十八條的小黃瓜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就覺得它 它配的是紅茶 最沒有營養的那個 營養最少 對 營養最少 你認為 好 那一號跟二號 來 清田 二號 為什麼 像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我覺得它已經 像是那種 午餐類的東西 你很在意油不油 我覺得它有了 所以你認為二最不健康 對不對 因為這是model的親身經歷 對 好 營養師 一二三 哪一個最不健康 很難選 這其實都是難健康 對 這個真的是 二三號真的是 爛到 二三號 爛到一個極致是不是 對 就是非常無可取之處 等一下 所以你一直 現在刪去法 一號在這三組裡面 算是OK的 對 我只能用刪去法 就是一號勉強還算可以 勉強可以 可是它有培根肉喔 可是它至少有一顆蛋 三號也有蛋啊 但是三號確實 你知道嗎 三號裡面 這種是最新 最新開始流行的東西 對 它其實它裡面的酥油成分 非常非常的高 它就對血管是一種 慢性的毒害 對 所以其實大人非常不適合 小孩更不用講了 因為反式脂肪酸 其實會造成大腦的傷害 對 所以會影響到記憶力 所以我覺得三 這個乳酪這個加紅茶 這個就是所謂的 很多的不好的油 加上咖啡因的東西 那二號咧 二號也沒好到哪裡去 對啊 沒那麼油 大概只有那幾顆玉米還可以 十三顆 可是那一顆玉米 還是乾燥過的 所以它營養成分 也是流失掉的 而且裡面的 反式脂肪酸更多 應該比裡面的豬皮更多 因為它現在什麼奶油下去煮 對 它是用奶油去煮的 而且又是乾燥過的 應該是更大 所以二號跟三號 真的不想上銷 我只能這樣講 真的喔 對 爛道不想上銷 所以其實真的不太適合 因為那個煎的 那個一條 一條這個一百大卡 你說剝貼 剝貼 對 所以你看幾條 五條就五百大卡 我很想請問 這樣子一個 一百大卡 一百十個 我很想請問營養師 你吃東西的時候 是先看它好吃 還是先看它 這個不營養我不吃 我們都是 這個好好吃 我買 不是 他們不一樣 他的腦子可能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在店門口 我們會先拿鈔票出來 說我要吃什麼 都開始看見了 對 營養師不一樣 他說要看什麼 就計專家拿出來 這個熱 他好理智 他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不然我也很想問營養師說 三個他最想吃哪一個 你會怎麼選呢 不管營養成果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真的硬要挑 我會挑那個 吐司的那一個 但是我會把那個 培根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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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後腳的 後腳在培根 培根蛋三明治 不好培根拿掉 鵝阿肩不要加鵝阿 對 而且啊 像早上女生 不要你說 不要你說 那我跟早餐店的老闆 我很熟 我只要一去我一個眼神 他就知道我的那個吐司 不要抹奶油 所以我跟他叫 那去培根會怎麼樣 也是 也會肩膀症嗎 培根啊 肩膀症 你現在在裡面就把 對啊 很愛 你捲冒症是不是 我常常會捲冒症 我這樣 不然就是這個原因 對 培根裡面啊 其實它 如果是它是用奶油煎的 那奶油卻只會讓你 造成血管發炎 但是呢 因為培根裡面 它是屬於剛剛我們 其實陳醫師有講 它的蛋白質的來源 它吸收度非常的少 所以你吃它只是口感 只是一個快感 但是其實吃進來的蛋白質 一半以上都是 飽和脂肪酸 所以都是造成你血管 塞住的一個元素 而且幾乎都會 都會塗一個什麼醬嘛 對不對 對 美乃滋 對 美乃滋也是 飽和脂肪酸 跟反式脂肪酸的合體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只能把那個培根拿掉 然後如果你是像你們 如果說要吃得比較豐盛 其實你可以建議一點 比如像他們那早餐店 有鯉雞肉片 或是它有一些 鮪魚 那勉強還可以把它放進去 當成蛋白質的那些 OK 那如果聯手長間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其實 可以選種類不只這一些 最不健康的 桌上沒看到的也可以說 是什麼 這早餐店老闆會不會很討厭 我會很討厭 我會很討厭 對啊 為了全民健康 而且你說出來 應該每一家大概都有在做 對啊 其實我跟你講 真的最慘的是鐵板麵 鐵板麵 好好吃耶 怎麼會呢 沒有那個才真的有 對啊 我每次必上廁所 那個就是中餐的感覺 可是那個好香喔 對啊 有胡椒的感覺 我的天啊 那家那個關切醬超好吃 對啊 關切醬 怎麼會呢 還有蘑菇醬 它那裡為什麼OK 鐵板麵 它第一個 它麵來源就不對 它用剪麵嘛 對不對 剪麵不好嗎 剪麵不好啊 它造成肝臟的問題啊 吃涼麵也都是用剪麵啊 所以剪麵是不好的麵 再來第二個 它油一定很高 因為你炒麵是不是要用油 然後它一定不是用 一般的剪麵油 它是用什麼油才會香 才會像剛剛叉明哥講的 好香喔 豬油 奶油 豬油 通常是奶油啦 奶油 然後你要不要上面 要不要加一顆蛋 要啊 蛋要不要用油 要不要用油 所以它 你知道蛋的油是什麼油嗎 如果你仔細看那個老闆 它一定是剪麵油 再加奶油下去打 真的嗎 真的 這是他們的一個秘訣 才會香 所以它其實它整個鐵板麵啊 它其實以小朋友來講的話 它的油脂一天的攝取量 幾乎都超過了 對 往早餐掉 就像很多胖小孩 就是這樣子 很多心血管疾病的一個問題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話 盡量比如說真的 難免啦 要吃一個 你就可能要搭一個 比如說像生菜沙裡面的生菜 就是說盡量搭一點新鮮的東西 來把它抵消掉 這樣 我覺得像早餐店裡面 有一些大番茄 小黃瓜 或是美生菜 這個都是很好的選擇 木樹芽不划算 就是它要吃到很多很多 它大概木樹芽要兩碗 才等於一碗的番茄 這樣子喔 對 所以它木樹芽是大人可以 但是小孩子來講 因為小孩子有時候都很討厭吃蔬菜 對 你就給它這麼多 它會吞不下去 所以我會建議媽媽 就是可以選小黃瓜 或是大番茄 或是美生菜這一種 比重比較高的 對 那請問一下三位 你們應該都有買這些 連鎖早餐 對 那你們在買的時候 如果剛剛所說這一些 不吃了 大家敢講嗎 就講你們平常選的 對 那我通常是貝克宇是 有的時候我覺得 漢堡 那個香雞漢堡 卡拉雞培堡 對 那種香雞漢堡 它裡面有青菜 有那個脆脆的 吃起來很好 脆脆的是那個吧 是雞塊吧 它是雞塊 對 炸的 對 它還滿喜歡吃 通常它吃不到一半 那剩下 那我沒看得出來 好可憐 可是很幸福 兒子吃完剩下的 他盡有幸福 對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買給它 有一種是 吐司上面夾一個蛋 但是有美乃酸 跟一個小熱狗 這樣捲 真的嗎 熱狗捲回來 還有那個 我喜歡吃他們學校門口的 那個起司 夾那個蔥油餅 所以這個其實 吃起來算重口味 對不對 不過有時候他要問貝克宇 肩膀痠不痠 脖子還能不能轉 他是不是有過 考試的時候我壓力比較大 OK 來 那欣田呢 我剛剛有種老師說那個 培根如果替換掉變里肌肉 我是用那種黑胡椒里肌肉 可是他有用黑胡椒 黑胡椒應該還OK吧 所以可以嗎 里肌肉的油脂 起碼比較少 里肌肉油脂比較少 可是你那個是有黑胡椒醃過 對 如果你早上要走秀千萬不可 為什麼 因為他的鹽分很高 鹽分高會怎樣 鹽分高會水腫之外 他又會引起血壓上升 你整個... 就是整個情緒會很緊繃 然後再來嚴重的話 是會中風 因為他的血管會晒 天啊 走秀走到壓力中風 因為走秀的時候壓力大 對不對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中間沒有加番茄 但是我有用番茄醬 而且我都加很多 是OK嗎 因為反正也是番茄醬 因為番茄醬 它不是真正的用番茄 去煮成番茄醬的 它用什麼東西 它不是 所以它裡面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些東西在裡面 它反而它的油脂也很高 它要讓你的口感要出現 鹽分特別的高 那鹽分剛才所說過的 我們會有高血壓的問題 或水腫的問題會出現 油分反是脂肪酸的話 它會對我們血管做沉澱的動作 所以血管旁邊會有一層油 在做一個沉澱 這部分血脂也會高 那我們只要有增加 它裡面要讓你口感好一點 有些會放一些砂糖或者是甜分的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 血糖也會高 所以三高都會出現的時候 你當然血管就會出現問題 血管如果出現阻塞的話 在頭皮又會出現禿頭 然後皮膚循環不好的話 皮膚本身就會出現 問題好多喔 對 那小姐會選什麼呢 因為我通常會起來吃早餐的時候 是因為我要工作 所以我就選擇最快速的 三色三明治 哪三色 就是巧克力草莓加花生醬 哇 好怪喔 對 那吃怎麼吃呢 就是草莓的部分 沒有...它就跟三明治是一樣 這樣一起吃的 有...這種的 我也想說請教一下營養師 就比方說如果我們買厚片吐司 買大蒜那種 上去烤 這樣子吃 好不好可以 一起吃的都不建議啦 你知道嗎 那個大蒜醬裡面啊 它為什麼會香 如果你切大蒜 其實它沒有那麼香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加奶油 奶油 它才...就是攪在一起 它才會香 所以相對的油脂一定比較高 對 你會知道被道兒子 越喜歡吃的時候不能碰 對... 越不喜歡吃越要碰... 最不想吃的那一個 對... 那剛剛那個果醬 果醬的問題在哪裡 果醬的問題就是它的營養成分 根本是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尤其是那個糖分這個部分 因為它必須要做一個保存的一個動作 那它保存的動作就是用糖去做一個保存 那你這個水果這一部分 它可能會放一些 它可能會有一些部分的水果的營養在裡面 比如說纖維的一點點而已 但是它可能它的營養素 都已經在煮的過程中 製造過程中都已經破壞掉了 所以它的維他命啊 或者是它該有的一些 我們需要吃到的一些礦物質 其實都已經不見了 所以它反而是只有糖分 然後少許少許的纖維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加了那麼多不同的果醬 在上面的話 你看巧克力也是甜的 所以也是糖分 果醬也是 然後花生它也會加糖 但是它會花生 會加巴特在裡面 所以它有油脂的在裡面 而且花生醬的話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放得不好的話 潮濕如果沒有讓它保存得良好的話 反而會有黃菊毒素 這個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而且你三個果醬 營養成分是一樣糖類 然後麵包加上去澱粉類 一樣從頭到尾 都是只有在吃到澱粉跟糖而已 可是它那麼瘦又那麼年輕 它吃了也沒怎麼樣啊 可是它不一定代表它沒有油 它可不可以是屬於那個瘦肥禽的 瘦肥禽是外觀看起來瘦 可是它其實是內張瘦肥瘦 很難講 其實大家不要忘了 你食物之後還是要配飲料 那很多飲料來講的話 也很多都是假飲料 因為曾經在一個新聞上就是說 有一個退休的公務員 然後他一直始終在同一家早餐店 喝奶茶 他喝了二十年喔 然後一直到退休 當他退休的時候呢 他竟然得了心肌梗塞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 他為什麼會得心肌梗塞 後來醫生他問他說 你平常飲食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發現兇手竟然是那一杯奶茶 天啊 所以真的是得不喪失 不知不覺 對 所以就不知不覺 一直在累積 因為那些反噬脂肪 就是把你的血管慢慢堵塞 慢慢堵塞 然後有一天哪天塞住了 不是肩頸酸痛而已好不好 也不是昏倒而已 就是這樣 那更恐怖了 危急生命了 對 可是這樣子講到這 如果明天我們要去連鎖早餐店 真的還是得要點 就在樓下 一通電話 我該點什麼呢 其實我建議去連鎖早餐店 你的主食類啊 你要點吐司 不要點漢堡 因為漢堡裡面 其實它的油脂是比較高的 鹽分也很高 那吐司 就光是那個麵包 對 麵包 那個兩個漢堡那個東西 對 而且它的營養價值是比較低的 那吐司 因為只能點吐司跟漢堡 所以兩個只能選一個 那我就選吐司 那裡面夾的東西 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像煎蛋 那可以比如說像是那個 煎那個里肌肉片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乾脆請老闆 幫你夾一片起司片下去 所以我今天的早餐 就是兩片吐司 但是因為我比較嚴格 所以我去邊 因為我要減少熱量 所以我去邊 然後呢 夾蛋 然後夾起司片 然後我請他幫我放 就是比較多一點的番茄 那不要抹任何的奶油 這樣夾起來 其實你吃原味 你會發現很好吃 然後再搭配一杯 所謂的低溫殺菌的一個鮮奶 那我覺得這是完美的早餐 就搞定了 早餐店的 它那個正方琦那個起司片 到底是不是起司 每次都會懷疑 我跟你講 我聽到兩種說法 對 我也很懷疑 因為我說它是起司 有人說那不是真的起司 那個就不是真的 但是早餐店的起司片 它是起司 可是它是屬於 因為其實如果你到超市去 你知道賣起司的那種超市 然後它不是很多包嗎 對 你就挑顏色最淺的 然後上面寫低眼的 那個就是最健康 對 早餐店都橘橘的顏色 橘橘的顏色 橘橘的顏色 含量很高的 對 好 還有一張早餐店呢 我們也是常常會去買的 對 中式的早餐店 對 豆漿店 來 準備了三種組合 第一種是燒餅夾蛋 然後無糖的豆漿喔 太厲害了 古早味的燒餅 含芝麻的好不好 再來第二種 對 再加上一般的豆漿喔 太棒了 裡面有油條還有酸菜之類的 讚讚讚 最好吃 第三種 這個小龍湯包和米漿喔 米漿有沒有聽到 營養非常的豐富 對 小龍湯包又有肉質 好 優質蛋白質 優質蛋白質 來 這三種組合 被你講的 然後哪一種最不健康 最不健康 最不健康 對 又是最不健康 對 又是最不健康喔 好不好 一二三 構思一下 一二三 請選擇 前面一二三都有 對 後面一二三都有 三最多 一平均好不好 好 一二一樣 黑姐從一來 因為我覺得燒餅油條 好像在我概念裡面 卡路里非常高 不好意思喔 夾蛋啦 燒餅夾蛋 你哪有看到油條 第二章都是我 燒餅 他還沒講完嘛 我還想你早餐吃什麼 會這樣子 我很早碰 因為自從我變胖以後 我就會早碰燒餅油條 不敢碰 那夾蛋會好一點點吧 對 其實是蛋是好一點 可是我看其他兩個卡路 可能更高啊 對 那我覺得 什麼東西更高 你說這個最不健康 對 這個應該是 我覺得是最不健康 就你覺得燒餅 最容易胖的 可是燒餅它沒有炸喔 它是用烤的喔 可是它澱粉啊 哪一個沒澱粉 對 小籠包的皮 飯是澱粉嗎 飯是澱粉喔 不好意思 我 不要緊 好 沒關係 你不要再追問了啦 我們家的我現在早餐一天 我們不要吃 因為美食主義者會覺得 這個最難吃啊 是假的 難吃就最不健康 口感來決定 對 好的 來 新田 二 我本來想要選小龍湯包 可是因為我想說 它不是用煎的 它是用蒸的 對 所以應該還OK 料理方式 你記得剛剛講那個 鍋貼的事情 所以我就猜二 那你好笑的 飯糰的飯也是用蒸的啊 可是它裡面就是 像剛剛講的有油條啊 然後它就是一般豆漿 那因為燒餅夾蛋 這個還是無糖豆漿 那所以你覺得 米漿滿好的 米漿 不錯啊 你做的啊 小鐵 三號 因為我喝過的米漿 它都是很甜的 然後而且小龍湯包 它裡面很多肉 又很多油 我覺得 有概念 比較不營養 厲害 所以你早餐不會點它 不會 都點給順哥吃就好 順哥也不會吃 他都吃燒餅 他吃燒餅 對 好 好一點 所以這三個組合 哪一個最不健康 一樣吃 三號 三號 小龍湯包燙米漿啊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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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如果我們先不要講小龍湯包好了 我們講那一杯米漿 跟其他飲料 對 先有飲料比的話 豆漿一定是米漿營養的啦 坦白講 因為你米漿要香 你米去磨 其實剛剛昌明哥下了一個陷阱 米去磨 其實它只有甜味 不會有香味 那為什麼它會有香味 它就是加花生 那花生加的越多越香 越濃越好喝 所以它的熱量就非常高 如果是500cc的米漿 大概是一碗飯 加上半湯匙的油 如果你再加這個小龍包的話 是三碗飯加兩湯匙的油 天啊 說一個早餐喔 對 早餐 就等於是三碗飯熱量 加兩湯匙的油 因為它這裡面的內餡 也真的是很油對不對 對 所以大家有一個迷思想說 只要不要煎 它只要是比如像水餃 小龍湯包 好像感覺很清淡 因為它的皮是白色的 其實沒有 它裡面的肥肉的油脂比例 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我們家以前曾經常說 可不可以這種湯包 或者是水餃裡面 我們吃健康一點 結果我們那個肥肉都不加 只加瘦肉 包起來 吃起來不得了啦 它咬下去那個肉真結實啊 人家咬夠完 包夠完那種感覺 夠完還比那個好吃嗎 夠完還有油脂 對啊 真難吃 好 那第二個呢 飯糰 飯糰它的油條 飯糰其實就是油條拿掉而已啦 可以把外面再 比如說有人會煎一層蛋 再裹在外面 那男生的話是可以 因為做業務的啊 那些是可以的 那把油條拿掉 其實這個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個豆漿如果是一般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對 好 那第一個 燒餅熱量不高嗎 燒餅的話 熱量坦白講還是高 但是它是夾蛋 所以它其實它有做一個改變 而且其實很多人 還是會吃到燒餅 所以我們營養師 還是可以建議他說 你把油條拿掉換成蛋 那那個所謂的豆漿 其實它也是屬於高鮮的 所以早上吃喝豆漿 其實它排便也會很順暢 對 所以其實 因為傳統的早餐店 只有這些選擇 所以你必須要從這些選擇裡面 去做一點改變 對 那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有那種混漿 我有聽說過 那個豆漿裡面加辣椒油 加醬油一些 鹹啊 鹹啊 後患就是把米漿跟豆漿混在一起 對啊 豆漿米漿這樣混啊 這樣子會比較好嗎 如果你去早餐店點混漿 它是指米漿混豆漿 那其實坦白講 這樣子的搭配組合 其實還滿不錯的 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喝米漿的人 那可是營養師就說米漿熱量很高 對 而且又好甜 那米漿裡面 它是米的一個成分跟那個花生 那它裡面有缺一個氨基酸 那個豆漿裡面的氨基酸 剛好可以補進來 所以其實有一種蛋白質互補法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 喝米漿的朋友有符文 就是你把它米漿弄 就是少一半 然後跟那老闆說 我喝混漿 那你混的豆漿你就無糖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搭配 就會比較健康 那鹹豆漿咧不好在哪裡 鹹豆漿它的油條 還有它裡面的那些油蔥 其實它的熱量非常的高 可是很好喝耶 它要加醬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鹹豆 我們講鹹豆腐腦嘛 你知道嗎 它裡面要先加什麼 蝦米還有醬油 辣油 還有麻油 榨菜 光那個鈉 一碗小碗 光它的鈉跟油 都已經超標了 那還要加醋 它才會有沒有 它才會淋入嘛 對啊 那所以說這一碗 它等於幾個飯碗 幾幾碗飯的熱量 太可怕了 對啊 那所以來到中式的早餐店 最不建議的是什麼 就是鹹豆漿嗎 還是有其他的 你最不會點的啦 我一定不會點包起來的 又看起來就是很黑的那種東西 叫做蝦餅 第一個 豬肉蝦餅本身 它一定好吃 一定油脂很高 再煎 煎一定要恰恰才會好吃 對不對 那你煎到那個一定是 油脂量一定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吃那個幾乎蛋白質的品質很低 油脂非常的高 所以只要是包起來的那種餡餅 我就不會選它 對 那蔥抓餅咧 蔥抓餅 蔥抓餅OK嗎 也滿油的 很油 蔥抓餅其實也很油啦 坦白講 但是我覺得 會比餡餅好一點點 所以也就是說 最建議的話 應該是飯糰去掉油條 油條 然後配一個無糖的豆漿 對 或者是說 其實蔥蔥早餐店裡面有饅頭 你們怎麼忽略了它 饅頭夾蛋 對啊 因為比較沒味道嘛 沒有 用五穀雜糧 饅頭夾蛋 不要用白饅頭夾蛋 其實中式早餐店有很多是 饅頭的選擇 養生饅頭很多 不單只是白饅頭了 因為我覺得他們已經有一些 健康概念 因為白饅頭現在大家 比較不太愛選擇 那這種早餐店的危機有嗎 你知道嗎 像我們現在還有吃 越酥的東西 我盡量大家不要點 因為還有什麼甜酥餅 因為你要想說 只要酥的東西 它還一定會先抹上很多的油 蛋餅有好一點點啦 至少它的餅皮薄一點點好嗎 油量還是會用很多 所以它又是很酥 然後很好吃 所以這個還是要小心一點 那像豆漿跟牛奶 牛奶兩個 如果這樣比較起來 是哪一個比較好 然後小朋友應該選擇 豆漿還是要牛奶 其實它有差別 我們的牛奶 剛才有說過 乳鐵蛋白 鈣 免利球蛋白 這個在牛奶裡面會出現的 那豆漿裡面的話 它會有一些纖維質 但它鈣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在成長的小朋友中 我們需要給它大量的鈣 然後要保護它的那個 不要受到細菌的感染的話 我會建議它這段時間 可以暫時先喝牛奶 所以你的小朋友的話 牛奶是一個不錯的 那豆漿的時候 我覺得它 我可以去選 它是有一些纖維質在裡面的 的一個成分在裡面 但是蛋白質這部分 它有一個是植物性的蛋白質 是來自於豆漿的 然後還有動物性的蛋白質 來自於我們的牛奶 是 好 那最後呢 陳醫師 還有這個營養師 身負重任 最推薦的早餐 要是我的話 我會找一個鮮奶 再來就是我會去西餐廳裡面 我去買那個 西餐廳 這是什麼 西式的早餐店 西式的早餐店裡面 就是三明治 但是我不會太多片 我要就是一半而已 切個三角形而已 然後裡面加個蛋 然後再加蔬菜 小黃瓜跟那個番茄 然後不要再塗任何東西 大致上這都是我的早餐 我早上已經分享那個 那個早上西式 但是如果我去中式的話 我一定是 但是你就可能比如說 你就到便利商店去買 那個鮮奶的部分 那這樣搭起來 其實大人小孩都適合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太多的 包起來的 太複雜的 還有調味料裡面 番茄醬跟甜辣醬 這兩個是屬於 那含量很高的 盡量就要避開 降累降低 對不對 這個好選擇 所以你看 其實對你早餐很重要 因為自己在漁城 你的早餐吃不對 整天沒有精神 吃得對 我們才有體力 然後可以什麼都表現好 就可以吃得對 你不會是可以吃得到 真的 你不會是你 有一個愛的 你不會學你 然後insky 我睡在高一點 才開心 每天 好 感谢观看